我们在学习Blender这套电脑动画制作软体的时候 除了专注于模型的建构以及动画制作的技巧之外 我们同时还要兼顾像是镜头、材质、灯光 甚至于周边的一些输出的一些效果 这些部分都是缓缓相扣的 今天Blender的教学我们将聚焦在Blender的灯光设定上 透过灯光可以让我们的3D模型的主题衬托得更加完美 以下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每当我们开启Blender的一个新的档案的时候 我们在画面上会看到一个立方体、一个摄影机、还有一盏灯 这个灯是叫做Point,中文叫做点灯 除了这个点灯这样的一个形式之外 其实Blender提供给我们4种不同的光源的选项 那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在Add这个地方找到一个Light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选项有4种 一个叫Point、Sun、Spot跟Area 至于它的选项的属性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右下角这个地方有个叫做ObsetDataProperty 就是灯的属性的选项里面可以看到 它们可以有不同的效果跟它们的设定的方式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向各位介绍它们的一些设定的技巧 我们开始讲解Blender的各式光源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桌面做一点调整 首先我们点选这个地方体然后按下G键然后Z轴 我们按下E让它浮现在这个表面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用Add加上一个Mesh就是平面Plane 然后我们点选S乘以10倍就选10 我们制作一个桌面 这样有助于我们待会再讲解灯光的物件跟它反射的效果 我们首先来介绍这个Point点灯 那它的属性是在这个右下角这个ObjectDataProperty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面板拉开一点 我们先选这个Point 然后呢我们可以调整它的不同的颜色 那为了要显示它颜色的效果我们选到这个地方 我们用预览的模式 然后呢我们稍微改一下它的颜色 点一下这个色盘 我们比如说我们选到了是橘黄色 然后它的Power就是它的瓦数呢 它第一盏灯的内定值是1000瓦 当然这个灯光我们一般在打物件的时候 用Point来打的话通常不会用到一盏 有时候因为它的阴影产生的明暗度非常的大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再在Add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加另外一盏Point 我们按下G键然后Z轴让它扶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按下G键 沿着Y轴 我们稍微补一下它的阴暗的光源 比如说我们可以改变另外一个颜色 做一个反射光 比如说我们就用个比如说红色好了 然后当然它的瓦数到了400瓦好了 让它亮一点 这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反射光 我的习惯不见得是它的光源颜色是相同 为了让这画面上变得比较精彩 好 我们再补另外一个光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就稍微有点淘红色 然后一样的把它的瓦数增加 比如说打600 对像这样子 它的颜色就会变得比较丰富一点 好 当然你可以调整这个光光源的高度 好 来创造整个空间的颜色的丰富度 接下来我们来设定的是 Sun 就是太阳光 我们可以在这个Point这个点上头直接进行切换 我们就直接从Point这个地方切换到Sun 这个时候光线会非常的亮 因为Sun这样的光源不是用瓦数来算的 所以它的颜色我们可以先设定一个暖白 比较接近太阳光 但是呢我们的强度Strength就稍微小一点 一般都是在3-4左右 我们用4好了 那就已经非常的强烈 那这个Sun有个特性就是它的光基本上是非常平均的 它散播在整个画面上的每个角落 所以它没有所谓的这个明暗或是深浅的距离的问题 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就算它没有对准这样的一个物件 我们按G键然后在Y轴上滑动 它的阴影也不会改变 你可以想象这个太阳光就是一个无限远的照射的一个距离 那这个非常适合制作所谓的户外的场景 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 Spotlight 也就是第三个选项 Spotlight就是我们经常在舞台剧上头看到的那个聚光灯 它能够凸显主题 而且能让这个主题能从画面中跳脱出来 那我们先来设定它的颜色 舞台的灯框 那至于Power一样跟Point一样 它可以调它的瓦数 那值得要提的是在于它的这个投射的范围 我们通常在Spot Shape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调整它的投射的范围 我们选到之后呢 还可以在这个Blend这个地方 来调整它的这个焦距的这个强弱的程度 也就是说如果说数值越大的话 它的边这个Spot圆形的边就比较模糊 如果说数值越小 它的模糊程度就越少 然后呢如果要精确的话 我们在上试图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圆圈去选择我们要聚焦的位置 这个Spotlight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打灯的效果 我们最后要介绍的这个灯光效果叫做Area 也就是区域光或是我们经常在摄影棚看到的棚灯 那这个灯光呢我们把它放大一点来观察一下 其实它就是一个矩形造型的一个灯光 我们如果把它掐住 然后往我们指定的范围把它拉长放大 各位看到其实它的光线是适合比如说一些比较光滑物件的表面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球体 那我设定成一个金属的表面材质 这个时候它的光面就会出现一个灯光的反射 那出现一个曲线 那它就非常非常适合做所谓的 比如说磁器啦玻璃啊不锈钢啊之类的材质 然后呢我们需要再复制它另外一边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选择3D Cursor 选好之后呢我们选择这个灯光 然后我们把它DUPICATE 把它复制一个 好选到之后呢 还再来一下就是我们把它用MIRROR X軸把它复制成对称 这个时候这个灯光就会在这个物件的两边产生了 那这种灯光的效果就常常会出现在 使用在光滑的物件表面 这是Area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这个兔子头呢是设定为一个玻璃材质的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预览 那它的左右两边呢我分别设定了Area 区域光 然后呢我要想要凸显这个整个玻璃的一个光源 照射在这个这个兔子头表面上的一种材质的呈现 那各位看到包括它的平台 包括了它的折射呢 这个Area光源呢就会充分的表现这样的一个光源的特色 那所以我们今天介绍的不同的光的制造的方法 那都是针对不同的材质 不同的造型 甚至于它不同的需求所做的不同的设定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针对光源的部分所做的介绍 文〔翻容ów〔翻容订阅ress对 ami李阿月